小说《三国演义》第53回中 魏妍在现场杀成后投降刘备时 一旁的诸葛亮却鹤令刀扶手 将魏妍推下去斩首 刘备惊讶问其原因 诸葛亮说 无关魏妍脑后有反骨 久后必反 顾先斩之 以绝祸根 后来还是在刘备的劝说下 才免去魏妍的死罪 自此 一个满腔热血 气暗投名的大将制裁魏妍 就被分类到了历史的版面角色中 直至死去 当然 这是演艺中虚构的情节而已 正史上的魏妍并未提及有什么反骨之说 《三国志刘朋友》里《刘魏妍传传》中记载 魏妍是从跟随刘备入蜀作战时说起的 其余关于诸葛亮 黄中的记载中也没有提及魏妍有反骨之说 因而 关于与黄中交战 魏妍旧黄中 斩长沙太守韩玄 献长沙城等等都是演艺中的故事 历史上并无此事 一 正史中的魏妍 正史中的魏妍性情较精高傲 赡养士族 勇猛过人 他在随刘备入蜀后 作战勇猛 战功卓越 被刘备封为衙门将军 建安24年 刘备夺得汉中后 自称汉中王 当时人们都认为 汉中应当由张飞来助手 但是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 刘备进封了魏妍位振远将军 汉中太守 可见刘备是非常信任魏妍的 刘备死后 呈向诸葛亮辅助后主流禅即位 心腹汉事 鞠躬尽瘁 魏妍几次追随诸葛亮北伐宫位 第一次还提出进兵自五谷 其戏关中之计 但未被诸葛亮采纳 第三次魏妍与阳溪之战 大破魏江郭怀等 第四次魏妍还于鲁城之战中 打败魏军 第五次诸葛亮死于北伐途中 魏妍在与参军长史阳仪的争斗中 被马带斩杀 还被诸灭了三族 三国志 严独与其子熟人逃亡 但汉中 以前马带追斩之 至首无疑 以起自踏之 曰 雍奴 不能作恶不 虽遗言三族原言以不被降位而难还者 但欲除杀一等 平日诸江苏不同 既时论必当以带量 本指如此 不愿背叛 以上是正史中的关于魏妍生平的记载 可以看出 魏妍在诸葛亮死后 不满的是诸葛亮没有将兵权交给自己 而是交给了杨仪 魏妍和杨仪素来不和 是同水火 所以魏妍带兵赶在杨仪前头烧毁战道 并不是谋反 也不是降位 而是想要同杨仪火兵 致杨仪于死地 文人执拗 武将自傲 这是文臣武将的通病 当执拗的杨仪遇上自傲的魏妍后 二人的矛盾便爆发了 三国之记载 魏妍以不假戒严 严以为智愤 有如水火 诸葛亮 费一等也常常为二人调解 尤其是诸葛亮死后 将兵权交给了杨仪这件事 让大将魏妍更是怒火中烧 问战功 问资历怎么也轮不上你杨仪啊 事故发生了魏妍与杨仪火兵一事 其实诸葛亮在病重之时 并未安排杨仪暗中杀掉魏妍一事 诸葛亮只是令言断后将为次之 若言或不从命 军便自发 就是说如果魏妍不听从命令退兵的话 那就由他去吧 但是在火兵中 由于杨仪占据了绝对兵马的优势 所以他就派马代领兵斩杀了魏妍 当马代将魏妍的人头献给杨仪后 杨仪恨得用脚踩着魏妍的头颅 骂道 庸奴 你还能再作恶 这还不算完 杨仪还私自派兵诛灭了魏妍的三族 杨仪后来的结局如何呢 杨仪诛灭了魏妍后 常自视功高 认为自己理应接替诸葛亮的位置 不料却是资历和才能都不如自己的讲完 代替了诸葛亮的位置 于是杨仪就跟后军师费一说了很多怨言的话 费一就秘密地将这些话奏报上去了 杨仪自然是被费为了平民 流放到了汉家去 流放中的费一不仅不思悔改 还是到处宣扬诽谤 结果朝廷派人捉拿他 他就自杀了 这是践兴十三年发生的事 距离魏妍被杀也就才一年的时间 分析了正史中魏妍的这么多话题 无非是证明魏妍的一点 魏妍对蜀国绝对是忠心耿耿 战功显著的 魏妍也并没有谋反和降位一说 如果魏妍要谋反 他大可以回到汉中自己的领地去谋反 如果魏妍要降位 他大可不必折回 直接北上去投降曹魏就可以了 魏妍的死实在是可惜 他没有死在战场上 却死在了私人恩怨上 这样本来救人才匮乏的蜀国 更加无人可用了 二 演艺中诸葛亮为何会说魏妍有反骨呢 演艺中魏妍的出场是在第41回 即荆州刘表死后 曹操南下大举进攻刘备 刘备想尽刘表的次子刘从镇守的襄阳城躲避 刘从听从其舅舅蔡茂的话 不让刘备进城 这是魏妍挺身而出 打开城门迎接刘备 刘备为避免惊扰百姓就没有进城 城中的文聘看到魏妍投降刘备 就与魏妍打了起来 魏妍势单力薄 就出城投靠长沙太守韩玄去了 后来孙刘联军火哨赤壁 打败曹操后 刘备向南攻取长沙 零零 武林 贵阳四郡 长沙城的老将黄忠与关羽交战两日斗了三次 不分胜负 长沙太守韩玄认为黄忠手下留情 犯了通敌卖国之罪 就要斩首黄忠 此时魏妍出来救了黄忠 斩了太守韩玄 县城投降了关羽 这才有了文中开头诸葛亮要斩魏妍之事 诸葛亮认为魏妍拾其路而杀其主 是不忠也 拘其土而献其地 是不义 魏妍共两次犯上作乱 一次是在襄阳城 一次是在长沙城 对此不忠不义之人 诸葛亮为了警示一下魏妍 预防他日后再做出这种卖主求龙的类似的事情 就借故说无关魏妍脑后有反骨 久后必反 顾先斩之 以绝祸根 至于魏妍脑后有没有反骨 反骨长什么样 演绎中也没具体描述 总之 遭此一下 魏妍日后必定是忠心耿耿 小心翼翼了 演绎中在此还为日后魏妍的谋反 做了个铺垫 就是在诸葛亮第五次罚魏途中去世后 为防止魏妍谋反 诸葛亮临死前偷偷安排马带如此之般行事 结果诸葛亮死后魏妍果然谋反 就在魏妍与杨一对阵时 魏妍大喊三声谁敢杀我 而身旁的马带出其不意的一刀将魏妍砍死 演绎必然是虚构的情节而已 但是魏妍的形象就被演绎给彻底抹黑了 几千年来人们一直信奉诸葛亮的神鬼莫测 同时也就认定了魏妍就是一个反面的人物 魏妍的死也是死有余辜 魏妍他就是一个常由反骨的卖主求荣的人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三 反骨究竟长啥样 指的又是什么意思 反骨又名后山骨 指的是脑后的枕骨与常人不一样 枕骨稍有隆起 侧面看就像一个问号的形状 也有人额头特别突出 称为额前反骨 俗称奔儿头 反骨其实是一种封建迷信的说法 古代指那些具有叛逆性精神的异端 不忠不义之人 据说汉高祖刘邦 唐太宗李世明 宋太祖赵匡英 明太祖朱元璋 以及明末农民起义军领袖李自成 等等就声由反骨 所以他们赶起来造反 要改朝换代 每个月的筹队 都不吝了 原来 农独播 Ei 因此 因此 对